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国务院将用地的审批权下放到省一级 这么一个话题 消息已经出来好几天了 3月12号国务院发布的文件 这两天网上也议论纷纷 有人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有人说对房价不好 还有人说可能会破坏18亿亩的耕地的工县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其实已经出现的这些说法都有它的道理 我们今天就按咱们自己的方式来分析一下 特别的回答一下一些朋友的关切 就是这个文件对房价有什么影响 首先说答案 对房价肯定有影响 它是起到了降低房价的作用 而且我认为它会在未来改变我们的城市结构 我们一点接一点的来说 首先说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我个人认为是20年以来 咱们国家整个土地政策变动最大的一次 决议其实这个文件主要其实就是两点内容 它是根据于永久基本农田 这一块分出了两层 第一层是有八个市点地区 就是四个直辖市 四个省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四个直辖市 江苏 浙江 安徽 广东 这八个地区拥有原来国务院的所有权限 特别是涉及到永久基本农田这一块 以前这一块的审批权是在国务院 现在下放到这八个市点地区了 不牵扯到永久基本农田的 这个审批权力就直接下放到各个省 其实以上两点就已经概括了这个文件的所有内容了 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18亿亩的耕地红线 以前你想要去把一块耕地变成建设用地 这个过程很复杂 首先你要评估 评估有没有对生态造成影响 有没有破坏国家的耕地红线 有没有侵犯农民的权益 好处有哪些坏处有哪些 评估完了之后认为可以改变土地用途 一级接一级上报 一直报到国务院 报到国务院之后 审批的时间比较长 等个一两年算是比较正常的 等个三年五年的也有 审批下来之后 如果说这块地本来就是国有土地 还好说一点 如果说它是集体的土地 就是村里的地 你还要经过一个征地的流程 就是政府要把这块地买过来 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国有 然后才能进行招拍挂的程序 招标拍卖挂牌转让 这块地才能建厂房 或者你建或者你做别的用途 为什么要规定这么麻烦的程序 就是为了保护耕地 18亿亩的耕地牵扯到我们中国人的饭碗 这个可以说是国之根本 所以不能轻易动 现在这项权力下发下来了 有什么好处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就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我来举一个例子 在很多城市 朋友们留心就可以发现 城市的近郊 这一块是建设用地 旁边是基本农田 在旁边又是一块建筑用地 在旁边又是一块基本农田 这种挫充复杂的土地分布 是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 如果你想把它整合一下 就是这两块建筑用地 把它合到一块不好吗 这样物流也方便 人员也集中 生产率提高了 这两块农田 把它合到一块 可以进行机械耕作 有利于农田的集约化发展 其实这个土地的变更 你去报道国务院 是百分之百会批的 为什么呢 第一基本农田并没有少 第二没有说以次充好 农田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但是时间太长 现在只需要省政府的一纸批文 就可以了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二它有助于减少浪费 以前有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一块基本农田 改成建筑用地了 所有的手续都批完了 施工的时候突然发现 地质条件不允许 发现了地质沉降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只有硬着头皮上 因为你再去审批一块土地的话 时间太长了 根本就等不了 只能把这块地想办法 钢筋水泥往下灌 地基再往下打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现在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修条公路 或者说建一块工业区 你可以边建边改 审批的程序会很快 第三点也有利于土地的集中 特别是农业土地 耕作土地的集中 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整合一些土地资源 适合耕作的把它集约化 汇聚成一块 不适合耕作的干脆就改成森林 这个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权利 有优点当然也会有缺点 有很多人就担心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 会不会造成土地的流失 特别是18亿亩永久基本农田的流失 这个现象肯定会有 不能保证说没有 但是不会说太严重 因为首先我们看 拥有动用永久基本农田的 就这八个地区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省市 江苏 浙江 安徽和广东 这里边除了安徽之外 剩下七个地区 本来拥有的永久基本农田 数量就不是太多 加到一块还不如河南省的一半多 所以说总量可控 而且这八个地区 试点的期限只有一年 如果说执行的不是太理想的话 完全还有回旋的余地 这是一块 对于其他的省和自治区 这份文件其实改动的范围不太大 在文件没有下来之前 以前各个省的地方政府 对于不是基本农田的耕地 就有权利审批 但是它有一个审批的上限 就是不能超过35公顷 如果这个土地不是耕地 不能超过70公顷 它有这么一个数量限制 现在只是把这个数量限制给废除了 其实在以前 如果有一块100公顷的 不属于基本农田的耕地 要占用的话 地方政府通常用的手段就是 今年先审批33公顷 这个达不到上限 不用上报国务院 等到明年 我再审批33公顷 等到后年 我审批34公顷 就分三年 把这100公顷的土地审批完 现在文件下来之后 就可以一次审批了 就这么一点区别 别的都一样 从上面的总结 我们就可以看 即使说权力下放 对可耕地的损坏程度 应该说是处于可控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份文件对于房价的影响 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我个人认为 对房价是起到了一个抑制的作用 因为毕竟土地的供应 可以更加方便了 地方政府有了权力之后 我认为他们会把更多的资源 放在城市的建设上 对中心城市 毕竟土地资源就这么多 现在即使说我有权力了 闪展腾挪 我也挪不出多少土地来 出于成本的考虑 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一般都会在郊区 去寻找新的土地供应 你要想在郊区的土地供应 产生比较大的价值 首先城市的基本建设得搞上去 该修路修路 该通水通电也都要做好 然后它会加大卫星城的发展 一块中心城市 旁边有好多卫星城 这份文件我个人分析 它的目的 其实就为了优化咱们的城市结构 以后在一些大的城市 中心的城区 以工业 商业 金融业 服务业为主 居民的居住 尽可能的分散到卫星城 这个是最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是它肯定会对房价起到抑制的作用 中心城区 房价不会再长得那么高了 因为住的人少了 卫星城房价根据地势 有涨有跌 总体上整个城市的房价会区域比较平稳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当然了 我这个分析是基于资本往最有利的地方去 是依据这个理论来进行推断 同时我认为这个文件还释放出了很强的一种隐身含义 第一个 就是未来农业用地 特别是耕地要往更加集中的方向去发展 土地集约化经营 大机器化运作 连成片 才是我们今后农业要发展的方向 以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土地政策 基本上是跟香港学的 香港的土地政策 现在来看 已经不太适合我国当前的土地现状 把宝贵的土地资源市场化 当作一种资源优化配置 是今后市场经济要走的方向 今天把一些粗浅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感谢朋友们收看我的节目 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大留不声感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